法兰克福凯撒大教堂 当年英美轰炸德国时 飞机抵达法兰克福上空后 围着大教堂周围轮番轰炸 只有凯撒大教堂不去摧毁 原来美国人、英国人与德国人都信仰基督教 只能说信仰拯救了这里 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在教堂的宝库内 陈列有大祖教们在加冕典礼时所穿的华丽衣袍 教堂南面的投票礼堂 是曾经选举皇帝的地方 教堂内还保存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沿着教堂道路步行出来就是商业街 这里的商人雇用的都是会讲英文和中文的中国人 看来走到哪里安排的都是一样 双利人的品牌我还是认识的 那就进去耗着时间随便转转吧 漫步在大街上我随手拍下的汽车中 相信大家也能看到曝光率最高的应该就是奔驰 这里的宝马也有 但是怎么寻觅也没有奔驰普及 从市镇垃圾车到私家车到处都能看到 找到一家零售面包的路边店 早上九点半能够看到陆陆续续赶路上班的人 在这里停留买早餐 已经到了上班时间 难道你们不怕迟到公司不打卡吗 导游说德国人是不加班的 他们比较触动效率 上班时间也很自由 不像中国人工作 忙与不忙 领导只要不走 都得装着穷忙 我是财君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 我陪你一起旅行